靈者多花, 永蜜苦悟 你够不够口罩? 送盒口罩和天使心悦康给你 耶稣爱你 有没有想过 可以用送口罩和天使心悦康 去祝福身边有需要的人? 鼓励你成为幸福事者 转赠十二期天使心悦康 口罩和消毒用品关心亲友和轮舍 令他们有口罩 更加有耶稣基督这个心灵保护罩 快与我们一起成为幸福事者吧 今天香港出现的初步确诊个案里 有一名只有一个月大的男婴 如果她确诊 将会是本港最年幼的患者 求天父保守一众小朋友和婴孩 免于疫症的侵害 我花永不复我 听完这样说 真是信心的功课 真是要学习的 老实说说就容易了 做出来很难 问Samuel先 譬如说 老板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打开公司的传接 当然不是传接 就是计划数 真的出了这个月 下个月没有薪金出了 你期完好 那又如何呢 有没有这些情况 我认为很多了 但是同时我相信主要这么多年 是很努力追求 但觉得灵性是更重要的 是 但两个是矛盾的 是 你刚才所说的 有这样的 但我选择了灵性 因为圣经说 神是灵性 利用心灵的诚实 来敬拜他 我又这样看 上帝灵 我都没有见过 但事实上 我们空气 电波也没有见过 但事实上是存在 所以我觉得 我们人与人的关系 家庭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都是用心灵的交流 就会感动人心 将事情改变 所以我选择 我就选择主的路 排先 在灵性和理性中 我们将灵性排先 是 那陈太信心的功课 有没有什么事件经历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这真是一世的功课 《圣经》里面有这样说法 他说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要信有神 且还要赏赐尋求祂 所以我们要求神 为我们开路 比如等于 你说你没有钱的时候 或者没有某些东西的时候 你宣告上帝是那位 供应主来的 而且你要知道 你想要的东西 是一个建立 或是一个破坏 是一个自私来的 所以你想想的东西 是一个建设其他人 尝对被我们遇到 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的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比如我们认识戴衣服 我不认识戴衣服 在沙士时 上帝说 越过我们而去 即是越过我们而去 在琴流感 也是越过我们而去 在今次 他要靠耶华的名 必要剿灭这些病毒 所以我们一定要宣告 上帝的名字 真实 抓住他的名字 祈祷 因为这个末世 一定会被人知道 有神 这是最后的时间 让人能够心灵松醒 我真的很渺小 如果我真的死了 我去哪里 在上帝的角度 它是永恒的生命 但这个信息 是人很难接受的 但是相信 上帝在人的心里 会动工 其实我们每人 每晚都有睡觉 你睡觉的时候 人是不动的 但你里面会动的 但你里面是什么 去哪里 又去哪里 但是人仍然 好像看不到 他的身是没有动 因为人离了 身都不动 但是他里面的 有东西 每晚都会提醒你 但我们没有寻找 这是什么 有什么地方去 我们很希望 人都能够去看到 自己很需要 来去认识 这位 是但应我们的属灵 生命去前行的主 所以我们在世界不同的 层面里面 就算多难也好 我们可以看到 神是领我们前行的 他的说话很重要 等于我们在城市里面 神在城中 这城必不动摇 道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城 所以我们唯有忍耐到底 必然得救 借天国福音 要传遍普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而抹其在内 记住这八个事 忍耐到底 必然得救 好了 这个时候这样 Samuel 邀请你 为香港基督徒的信心 祈祷好吗 好 創造天地万民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震荡 遥动不安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担心 很大的忧虑 主要我们奉你的名 求主祢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 求主祢的灵 注入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有安稳 有平安 让我们里面有喜乐 叫那些忧心 忧虑都离我们而去 来全香港的所有的弟兄姊妹 爱你的 紧守你的人 叫他们的忧屈 担心都离开 求主祢的喜乐 充满他们 让他们有信心 让大家有信心 在主里面 我们更加要同心 连结聚集 在一起 在心里面 心灵里面的聚集 在里面 求主 祢的怜悯 祢的慈爱 带领我们 这样祈祷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命 祈求阿门 阿门 好 如果大家 对一些应对疫情的策略 或者好人好事 抗疫故事 都可以WhatsApp 来我们的抗疫专线 64820353 64820353 另外 如果想奉献支持这个节目 或者影音市团 万众同心齐抗炎的抗疫行动 可以将奉献传入这个户口 或者将支票寄来这个地址 多谢你们 香港有孕婦确诊新型冠状病毒 下一集请来苦产科医生 还有怀胎五个月的妈妈 分享孕婦可以如何防疫 由影音市团推动全民口罩共享行动 连同全港不同机构和教会关外香港 这一日就连同容光社 在观堂派发口罩给长者 这次派口罩的行动 仓西电视荣誉顾问叶家宝 更率领亚洲会会长毅秋华 艺人王伟和刘石燕 为一群长者传让爱 人间友情 真是在今次这个疫情里 才能真正正正发挥到 你发现我们所有的人 都一直在努力着 其实每一天 原来发现了 人生不仅像以前 说着说着好听 就是为了生存 但我们今天 真正正是为了生存而活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 没有所有社交的活动 没有所有的活动 但是你不是说 你是很可能 你还可以安而无恙地 坐在家里 但原来有很多人 坐在家里 原来真的没得过 所以真的 很靠很多朋友的资助 原来知道了 原来是 别人的需要的时候 发现了很多人 都奋力出来 去将他们的爱心捐贴 这一个才是 我今次在这个疫情里面 发现了原来人间有情 才是一个 表现到在他们身上 作为基督徒的毅秋华 和王伟 在派口罩的同事 更将一份心罩 带到去给一群长者 让他们的心灵 得到真正的平安 派的时候 首先和他们说 祝他们身体健康 和告诉他们 是耶稣爱你 透过他们需要的物品 防御物资 他们会感觉 我们社会上 很多人关心他 还有他们拿到 他们需要的物品的时候 就感觉到 心中很温暖 有人关心他 在这个时候 每个人都很需要 一些关心的 你派口罩给他 派一些饭给他 你令到他觉得很温暖 你加上就和他说 耶稣爱你 他会收到这个信息 他心里面有一种温暖 我觉得这样的传福音 是最有效果 容光社服务香港基层 独居长者超过30年 他们的宗旨一直坚守 开心耐 尊严活 安心去的理念 现在我们的会议 每一天 是差不多260份吃饭 所以如果我们给口罩 都是260个口罩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个月用的口罩 是差不多1万1千个 第一 第一 基层的他就不够钱 买了口罩 第二 根本排队 排到他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很多老人家 有些甚至没有一个口罩 也没有 也有些一个口罩 用几天 在彼此守望中 提高抗疫防护意识 以及提高全福音意识 同样重要 因为我们相信 现在是末世危机时刻 也是让人认识救恩的良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